上星期因为这个美国政府 选期中选举的时间选的不好 不是我们录影时间选的不好 是美国政府选的不好 这不唱不下的 还有我们这个期中选举的分析要等到今天 我就不是随便说说 美国投票日设在星期二是被骂得很厉害的 因为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请假去投票的 哪像我们台湾这么进步选星期六 不过我们上星期讲巴西总统跟民粹 还是有很多朋友很有感留言很多 那还有人留了好像是葡萄牙文吧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来骂我们还是来称赞我们的 我还没有时间去Google 所以先当称赞好了 那么接下来是本周的题目 那第一题是送分题 你怎么打都可以 第一题是你觉得川普支持者所说的 这个前面两支是长在什么地方 A是腋下 B是后脑 C是尾椎 D是左脚跟 OK 第二条是 以下哪一项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其中选举前夕炒作的最后一个议题 A是健保 B是经济 C是移民 D是教育 第三条 在日本居住满几年 可以拿到永久居留权 A是八年 B是十年 C是十二年 D是十四年 第四条 日本国内的外籍移工名义上被官方称作为 A公读生 B模范生 C是服务生 D是研修生 第五条 与搜狗搜寻引擎 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公布了全球首位人工智能AI合成主播的是哪一家中国官媒 A是央视 B是新华社 C是眼球中央电视台 D是环球电视网 第六条 当机器人或动画的外形跟人类相向到特定程度的时候 人们在心理上会出现非常不舒服的感受 这是哪一个理论 A是恐怖情人理论 B是恐怖箱理论 C是恐怖影子理论 D是恐怖鼓理论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帮我们在脸书按赞或分享出去 或者是去YouTube订阅 那最重要是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才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 冬至 而且跟大家说一声 我们的脸书 这个才差400名 我们的粉丝就已经破4万了 所以大家加油 另外下一周 我们将要推出特别节目 所以大家关心台湾选举新闻的同时 也请锁定 范锦伟的欢迎漫游 我们下周见 在德国跑新闻 然后呢 就突然我们的摄影就突然疾病 就是那个胃痛非常严重 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就把他赶快就 就赶快坐上这件车 结果医院的那个警察室的门一打开 所有的人都看了我们说 你为什么都是叫救护车来的 因为在德国呢 如果去医院救师都是坐救护车去的 而且他就在医院住了一个晚上 然后呢第二天找到话的时候 医院就给我一张50块欧元的账单 那我就说好啊那我去交钱 然后医院就说可是我们不收钱 所以你要去别的地方收钱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收 你会有那个语言的障碍的问题吗 所以后来那张账单就 带回美国 你知道现在都没有知道 我有跟同情吗 协会请不要来追照 我们美国不叫救护车 是大家一样很喜欢 因为叫医师就很贵 我感到你感觉千万别碰到 咬救救护车 因为我就是感冒 然后我就想说不要搭公司 不要搭公司好 来好我算很近 Uber真的很厉害 那我们搭Uber好了 Uber今天的优惠是 然后就有一个今天的Uber优惠 他就说什么 把Uber一起抵抗流感 折50块 他就可以折50块 他就可以折50块